点为打野,王炸开局,一个错误判断,蓝区被敌方清光,照样乱杀 大家好啊,我是小龙,我又来了 这个游戏其实输赢并不是让你最不开心的事情 让你最不开心的事情就是选英雄的时候 总有那些啊,帮抢又不让帮抢最后轮到他四五楼选的时候啊 又不愿意辅助,结果,对不对?乱甩阵容,导致一局输 其实这种情况呢,是最让人上火的 好,这边废话不多说 这一局点尾疯狗打野啊 直接混开 发现银子,想要偷我家小猪 那这边不能轻易的放他离开 哎呀,千里之外有一个神钩给我勾过去了 那我这边我就不追了啊 这个银阵呢,真的是,你说你没事,你偷我的小猪干啥 还送掉一个人头 这边东黄在他们南去啊 咱们也过来看能不能把这个南给偷掉 好,这边陈剑还没到斩杀线啊 暂时一个陈剑,哎呦,我去被抢了 哎呀,人也没有杀掉,被谁给抢的呢? 是夏侯敦吗?还是谁呀?应该是一个陈剑给我抢掉的啊 这边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早知道我去打我的南Buff了 我的南Buff不知道还在不在 东黄大哥真会搞事情啊 小钩子又跟那儿钩谁呢? 这样的话啊,我的节奏基本上就乱了啊 啊,果然我的南区没有了 为什么说节奏乱呢? 一是当我很多时间,要平时的话 我可能啊,过来就把蓝一收,对吧 这个蓝也不会被偷掉了 我肯定现在到四级了 当我太多的时间,然后上路被抓啊 上路三个人,咱没到四,没有一站之力 哎呀,到处都是人 这可怎么办呢?这一把 这这这这这这这银阵还要射死我 哎,这一边啊,苟延残喘 我的血量 打难,打那个野怪都费劲了 我感觉,还何况是抓人呢,对不对 这样的话啊,咱就还是得上去啊 看有没有机会啊 找回点优势回来 好,看见一个残血的射手 一技能开起来之后,以一个大招过去啊 收掉射手 走位躲,他的小钩子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 这边哎,这也不亏啊 为什么我会选择啊,上 这样的话啊,我三层看到没有 三层那个被动,对不对 还是可以的啊 虽然说啊,男区被对方反了 其实啊,兄弟们,你们玩打野的时候 心态一定要放好 其实被反了啊,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说没有关系呢? 第一波男或者第一波红啊,如果说被反了 的话,也只是耽误你 到达四级的节奏,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一旦到四级啊 就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 你该照样抓人 该照样那个打野打野啊 一样,对不对 好,这边咱继续开红,对不对 这不就节奏慢慢的啊 找回来了吗 可以下路抓一波啊 他们两个人拼的很火热 他还没有交大招应该啊 果然留了一手大招 那就没有办法啊 刚刚吕布应该看我过来的时候 就应该提前走到他前边啊 挡他的大招,对不对 这样的啊 不是所有人都有小龙这种细节 好,这边再抓一波又有闪现 这就啊,让我抓人很难为 很难办啊 你们发现没有 一般会玩的人他都留了后手啊 就是有一些关键的保密技能啊 都捏着呢 像这一波下护盾啊 这里这点血,你的反应 你的反应力没我的手术块啊 所以说,跑不掉的 这就是残血不回家浪的表现 好,吕布这一波 估计要死 我这边打完这小鸟 他如果没死啊 这样的话,咱就可以反打 好,这边吕布为我啊 争取到了双杀的一个机会 我要非常感谢这位吕布大哥 我以为他会被两个人包夹而死 结果他很能扛啊 这让我很意外 这一边的话,那就非常舒服了啊 他要清兵一下 咱们快速把这个塔打不掉了 如果说这个塔被我和吕布打掉 那他又是死了 这夏佛敦必死 可惜 没能如我们所愿啊 吕布还扛塔扛死了 这一边看法师的位置 这很明显要搞他一波,我的血量不多 但是法师来了,我也能搞他一波啊 直接打招,对不对 他这边被冻住瞬间就秒杀 夏佛敦啊 他第一反应,既然不是交大招先跑命 他是先交一技能啊,把我击飞 这样的话啊 那他这个错误的决定就导致他这一波死亡 好,这样我的被动就叠到了7层啊 5分钟,6分,6分钟左右 叠7层也是非常舒服的 好,这边射手换路了还是怎么的 女不跳大逼走位 交完精华让他死了 怎么着都把他追死啊 这边又送又来了一个送死的啊 那个钩子 他这个防御塔已经是残鞋了 所以说他来他就是送死啊 我这边撤了 哎,我再给个减速踩一脚 师傅踩一脚,对不对 这就很骚 好,这边再利用小怪啊 回一会鞋量 然后下边还在打 哎呦呦呦呦呦呦,女人方 咱先规避一下啊 还没发现我好像 这边呢 哎,把小小皮接到 你回家吧 你这点血不足以抗战了 我还能赞啊 直接承见 但是女人方过来 你们两个人打不打了 跟我先说啊 一个人打两个 再走一下位 再走哎呀,差一丝啊 没有办法兄弟们 这一波如果说我把那个谁杀掉的话 当着女人方的面 就封神了 这一波可惜 但是啊,七分钟不到 我已经拿了六个人了 七分钟左右拿了六个人头 前期啊 那个王炸开局已经打到这么好的优势的话 已经不容易了啊 兄弟们 这边这个白泥守约当着钟葵的面 还在那儿居人呢 很明显不给我们葵个面子呀 有的时候吧啊 小伙伴玩的时候啊 觉得我把对方的野区偷了前期啊 他就会很伤 实则不软了 你们如果说保持不住这样的节奏的话 还不如安安心心啊 发育打你家野怪啊 对不对 你看看这个优势 21比13啊 偷掉我前期的野怪也没有任何作用 水平就跟那儿摆着 对不对 射手必死 然后这一边上路有B线 叙事肯定是要搞一波啊 他想勾中我 不是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地 这个白泥守阴老是怎么好像在嘲讽对面的人啊 这边我看双方都僵持不下打不进去 我这边选择过来直接一个人单吃一条路啊 单吃了之后下路兵线不是太好 我再去把下路兵线再运营一下 对不对 打野啊 需要很高的判断能力 如果说 打不进去 或者说啊 我方队友逼着他们 对不对 你就可以开龙了 我直接上去卖一波啊 这一波 看看怎么说 好 你不跳大 这个他基本上啊 传军覆没这一波要啊 收掉两个人 玩项女必须的 人人高什么那个一短大啊 怎么说来的那句话啊 忘记了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就是要胆子大疯狗模式开启 不管对方几个人 只要看小地图 队友在附近 你就可以上去卖一波啊 人高一胆大是吧 这样啊 对对对 刚刚这一波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啊 队友的配合啊 也是非常默契 你不跳大 也是跳的对方措手不及 所以说啊 对方就没有激活我 也没有时间激活我 这就是讲的就是一个默契 你们如果说是钻石 钻石局的玩家就不要像我这样操作了啊 这样的话可能队友一你一上去队友可能直接扭头就走啊 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 钻石啊 为什么叫永恒钻石你们应该知道 好 这一边 对方又死掉一个射手啊 这边中路把他们勾引出去了 那这两个人啊 最少要交代一两个 对不对 好 这个 那个女人方也死掉 对方死掉 三个人还有一个银子啊 又死掉一个 这边上路还有冰险啊 那这边咱从上路 找突破口啊 实则看似我在找突破口 实则啊 你才是我的目标 好 这边把上路一塔拉掉 上路高地拉掉 对方复活了一个人 复活了一个射手 那基本上啊 出来就是送死 十一分钟 十一分钟不到 直接拿下啊 王炸开局又如何 只要心态放得好啊 照样能拿下取下胜利 最强王者 三十七星 两年剩奖励 评分不高啊 但是作用很大 兄弟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关注哟